上花不用飛外國,屋邨看花舊地道 一說到上花,很多香港人都會選擇去日本、韓國 至少都去台灣看櫻花 其實在香港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美花 用什麼搭飛機呀 好像在美孚姚中夷文化館 前身是荔枝葛醫院,裡面就種滿宮粉人提甲 每年早春,文化館都會舉行花節 曼山都是粉紅色、白色的楊提甲花 即使坐過楊提甲的花旗 亦都可以到稱為天光雲影的蓮花池 可能都會有意外收穫的 而在南昌港鐵站旁邊的南昌公園 平時都吸引不少市民在大草地野餐 公園裡面也種了近100棵黃花蜂苓木 又叫黃棕木 每年3至4月,公園裡面都開滿黃花 非常壯觀 旁邊也種了其他花點綴客 看來都頗舒服 不過想花不一定去公園 家裡樓下都可以的 長沙還原周村裡面就有一條辣道捐隧道 每次花旗都吸引不少街坊、農友、情侶觀賞 其實香港不少地方 在不同季節都有花觀賞 有空時可以細心留意下身邊的公園 有空時可以細心留意下身邊的公園